在此前中超联赛官方公布的六月份各个最佳奖项评选中,阅度最佳门将这一殊荣,被颁给了来自广州恒大的二号门将刘电座,值得一提的是,这也是刘电座职业生涯,首次获得中超阅度最佳门将。 本赛季,在主力门将封城长期确诊的情况下,刘电座挑起了恒大后防的大梁,并扮演了关键作用。 如今中超弦18轮联赛战霸,恒大与国安,上岗的总丢球数同为13例,并列为全中超最少,而这也与刘电座在门前出色的发挥脱不开关系。 本赛季节至目前,刘电座中超16次出场完成了7次临风,邹德海18次出场完成8次临风,严峻林18次出场完成9次临风,可见刘电座的临风效率,还是不输国安和上岗的两名门将的。 而对于现年已经29岁即将步入儿力之年的刘电座来说,他做梦都没想到,此前做了三年增成的替补,本以为职业生涯也就这样了,但现如今,他却成了本赛季中超金手套奖的有力竞争者,他也无以焕发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春。 而刘电座要争夺本赛季的中超金手套奖最大的对手,除了邹德海和严峻林外,他还得面临老大哥增成的挑战。 此前养伤长达四个月之久的增成,早在7月初就已经商誉复出,并具备了出场比赛的条件,不过最近两轮中超联赛增成,虽然都进入了比赛大名单,但他也只能在替补席上待命。 而增成之所以迟迟没有迎来付出后的首秀,除了与他九树战阵缺少比赛感觉爱,最大的原因,无疑是与刘电座当前火爆的竞技状态有关。